美国能源新新署EIA10月12日发布预测称,由于燃料成本飙升以及相比往年更为寒冷的气候,接近一半的美国家庭依靠天然气取暖,预计这些家庭的冬季平均取暖成本将升至931美元,比去年增长28%。 除天然气外,电力则是大约40%美国家庭的主要取暖来源,预计今年所支付的费用将达到每户1359美元,相比去年上涨约10%。 同时,EIA预计,从今年10月至明年3月,美国家庭的燃油供暖支出将增加27%,并完取暖支出将增加5%,在单位价格方面, EIA预测民用住宅的天然气的成本将升至每立方英尺15.95美元。 美国康涅迪格州陪审团10月12日裁定,知名主持人亚历克斯·琼斯因散布谣言,称桑迪胡克小学枪击案是为了加强枪支管制而进行的一场骗局, 必须向8名枪击案受害者的家属以及1名应对袭击的联邦调查局特工支付共9.65亿美元的赔偿。 据悉,这是美国史上最大的诽谤案。 2012年12月,桑迪胡克小学发生枪击事件,造成20名学生和6名教职人员遇害。 受害者家庭表示,因为琼斯散布的谣言,多年来一直面临骚扰和恐吓, 而琼斯及其公司则利用该枪击案来吸引观众并从中赚取数百万美元。 琼斯对这场判决回应称,判决书是一个笑话。 其辩护律师表示,将对此结果提出上诉。 纽约市议会10月12日通过儿童托育普及法,成为全美第一个通过立法以全面推广幼儿服务的城市。 以8项相关法案从规划、拨款、宣传、试点、监督等多方面解放女性劳动力, 推动疫后纽约市的经济复苏。 要求市府组建相关单位,分别为马歇尔母亲计划工作组, 以研究和制定支持母亲和业者的报告和建议。 儿童托育特别工作组,商议如何向业者提供资金支持。 当日,市议会也通过一项决议,呼吁纽约州立法机构通过并由州长签署立法, 支持政府向家庭和托儿所提供财务援助,使相关服务更易获得更可负担。 据LA Times 10月12日的报道,自2009年以来,加州地质调查局首次发布了涉及文图拉、圣地亚哥、马林、纳帕、圣克鲁斯、索拉诺和索诺马县的海啸危险区地图, 以帮助居民更好地了解海啸风险,以及做好潜在疏散计划。 加州州长紧急服务办公室称,尽管加州很少发生海啸,但加州的整个海岸线在任何时候都容易受到海啸的袭击。 加州上一次发生海啸是在今年1月,当时汤家附近的南太平洋火山爆发,引发了两英尺高的海啸巨浪, 席卷了5000多英里外的旧金山湾区。 鉴于2630万加州人居住在沿海地区,居民们需要知道海啸收散区在哪里, 以及当海啸袭击该地区时,他们计划如何到达那里,这是很重要的。 欧盟外交和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伯雷利10月13日表示, 欧盟计划在波兰和德国为乌克兰士兵建立训练中心, 对其进行操作西方武器装备的培训。 这一训练计划为期两年,将有数千名乌克兰士兵接受培训, 这将是欧盟首次在欧盟领土上为非欧盟成员国人员提供军事训练。 伯雷利介绍,部分欧盟成员国曾对这一计划有疑虑, 担心这会使欧盟卷入俄乌冲突。 最终方案将由下周举行的欧盟成员国外长会议决定。